这件事有另外的一种极大的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呢 这件事可能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玩的一个把戏 用来干嘛 用来忽悠中国股市的那些韭菜 忽悠股市的散民 中国国内媒体的新闻最嗨的一个事 就是根据美国的路透社的报道 路透社说什么 说中国政府正在准备十万亿 这么大一个规模的凭准资金进入到股市 由央行拨款十万亿炒股 这个消息 哇塞这个高兴坏了 中国国内的新闻嗨 嗨坏了 为什么呢 因为路透社在说中国的很多事情中 什么时候减免印花税啊 股市什么时候要降了呀 说的都挺准 所以就认为路透社这次说中国这十万亿资金 准备进入股市这个事也挺准 当然了 相比而言 华尔街日报说中国股市是个标准的骗局 所有进入中国股市的人都是韭菜 中国人就没这么多人去信 股民中国这两三亿股民就没这么多人去信 当然了这个话呢 说来了你看标题都知道 这路透社这个消息一定是极其不准确的 这个消息的内幕内在东西等大家出来以后就OK了 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消息应该有来源 因为中国的股市已经没有任何流动性了 目前呢对于中国这个整个市值上百万亿 跟JDP有一拼的整个股票市值上百万亿 到九月份八月份九月份经常全天的成交量 六千多亿 总是值得千分之几 就是没有流动性 没有交易量了 这个市场怎么玩 这股市那不就死了吗 就跟香港股市似的 一天交易704家上市公司 零成交 没有人买 没有人卖 不是不是叫没人买 就是有人卖没人买 零成交 没有任何流动性注入 所以呢如果这样下去呢 那股市肯定是死了 甭管A股还是港股肯定是死了 然后基于路透社过去呢 一段时间说中国A股的信息都很准 所以乐翻了 中国股市十万亿热乎的乐翻了 我呢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这么大笔基金 按照路透社的消息 今年甚至于明年进入中国股市 都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发布这个消息的人呢 肯定有他的消息来源 但这个消息肯定是不准确的 这是一个不了解中国共产党 基础决策机制的人 写的稿子 所以他发出来的东西 会在市场中产生很多错误 当然另外不排除 是路透社中了中共的奸计了 中国共产党利用自己的条例 利用自己的规则 给了路透社一种假象 让路透社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杆枪 帮助中国共产党去发射烟雾弹 让更多的股民死在股市上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今年一年 中国共产党都没什么 从中央层面有新有的资金 能增加到股市上 大家看看我这么决然 老翟你又这么决然 又胡说八道 脱口秀 又瞎说八道 对 我代表我自己 你们可以看看这次乌鸦准 准还是不准 乌鸦嘴 我的乌鸦嘴 胡说八道 这张乌鸦嘴准不准 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共产党的体制里面 虽然200斤已经做到了完全的独裁 但是200斤绝对没可能从去年二十大到今年 连一年都不到的时间 就把中国共产党整个的运行机制全都改变了 这是没可能 他也没有这个能力 目前在中国共产党所有从中央到地方的 每个政府官员所在的这个政府官员部门 以及官员的岗位上 都是有明确的责权力的 而且这些爬到今天这个高位上的管理层官员 主管型官员 都是严格按照这个逻辑跟体系 习近平没有成为共产党党员之前 这个逻辑体系已经存在 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个逻辑跟体系 四五十年逻辑体系 爬到这个今天的位置上 今天还是这个逻辑和体系 所以他在这个部门他在这个位置上 他出现了他的责任 需要承担的相关问题 那一定得是他的责任 特别涉及到钱和利益的问题 所以即使是像伟大领袖 习近平这么独裁和无耻的领袖 总统老大他也绝对不可能做出来 完全违背这个体系和这个规则的事情 否则呢 如果他能够做 按照他自己的意愿 就可以随便来左右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任何事情 随便去增加或免除各主管 负责部门官员的责任 这种景象一带出现 那整个中国的官僚体系就全都崩塌了 因为连官僚内部都没有一个规则和平等的局面 那大家做什么呀 就崩塌了 任人为亲 想上谁上谁下谁下 谁好谁不好 大家就没有人去做事了 所以呢 这个愚蠢的200斤也是从底下爬上来的 所以他在表面上 还要按这个规则和体系让大家看到 能够相对平等一些公平一些做的事 那这次说的10万亿的这个平准资金 对于一个一年GDP才100多万亿的国家 也就是中国来说 对于这个国家每一年全国所有的边边边角加在一起 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才20多万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 一个国家所有的收入 100多万亿是整个国家的销售体系 对于这个党带着国家一共才20多万亿 整个政府 那么要花占据政府一年一半的财政收入 这么多的大笔资金 投入到一个所谓叫股票交易市场上 从央行里把钱拿出来 这玩意习近平要干这事 他就是拿个鞭子下场监督做这个事 整个流程和相关的责任体系 他全担了 没有半年以上都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就不可想象 任何在中共上层当过官的人都知道 这么大一笔资金 资金的来源 资金投出去以后的收入如何产生 资金的流动性怎么流动每个环节 资金流动过程中的控制 收入支出的控制 资金可能出现的风险 由于风险承担的责任等一系列问题 都是要清楚明白的 这个东西才可能动 才可能动 不可能因为这个资金把200金 把伟大领袖习大傻给免值了 这十万一针出事把习大傻免值了 那肯定不可能 那么出问题 就会由谁来承担 这一定是 而且承担这些官员 一辈子就全完了 问题要大 还得进监狱 那大家想想 这是谁来承担 有人说在中国共产党体系里 那党最高领导说谁承担就谁承担吧 不可能 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案例 我年轻的时候呢 作为中德高层论坛 第一届论坛 第二届论坛 两届论坛的策划 参与的 当时呢 国家纪委叫 发改委叫纪委 我就叫发改委了 由发改委来主办中德论坛 我也讲过 中国总理朱镕基 德国总理史莱德 几百个政府官员参加 就出现过这么一个事儿 那个时候江泽民最喜欢的亲妹妹江泽慧 他的官职是中国林科院的院长 他希望上主席台就做 主席台做六七十人都是官员 两边重要官员 他也希望上主席台就做 但是由于主席台上做的都是政府部门的官员 最少是腹部以上领导干部 而中国林科院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 研究机构的院长是没资格上主席台就做的 江泽慧就就一个事儿 就向他哥哥求助 会议的主办单位是发改委 江泽民就亲自都没说中办 自己亲自找到发改委主任 让发改委主任解决他妹妹上主席台就做这件事情 那么这个事是发改委办的 这个事让我妹妹上 这不是对于江泽民来讲小事吗 发改委表示极度为难 但是江泽民那边表示必须做 发改委就就此事发函询问林业部 是否能临时批准江泽慧挂一个官衔 叫林业部副部长待遇 什么意思呢 因为林业部副部长 这就是政府部门的官 这就不是林科院学术部门 也不是党的官 用这个东西参加会议 这个事询问到林业部 林业部部长开会说解决不了 必须中组部要给个批示 这个球踢到中组部 中组部开会说 不行 让林业部先开会确认个方案 中组部根据林业部方案 再决定批或不批 因为江泽慧本人是林业部的党组成员 最后林业部开了党组会 党组会最终决议 江泽慧也是党组成员 最终决议 没有办法临时给江泽慧 林业部副部长待遇 让中组部必须改变中国的干部任免制度 临时出现这么一个条款 免出相关责任才能上去 然后林业部把这个发给中组部 中组部必须不能够因为江泽慧 改变中组部干部任免条件 就把这个东西又原封不动推给发改委 发改委把林业部中组部的意见 又原封不动的通过中办转给了江泽民 但是江泽民又必须去 所以发改委 妹妹那面子不能买 最后发改委沟通了半天 不得不让江泽慧坐上了主席台 标签写的是什么 林业部党组成员 然后呢 德国人很较之 德国的相关参会的官员 就看主席台所有的人的名单和职务 结果就发现这个了 就向发改委 就向会议主办方提出质询 为什么党的人参加会议 因为在德国有很多党派 你得是政府官员参加的会 跟党有批关系 这怎么出现一个林业部 中国共产党党组成员 这个什么狗屁玩意儿 最后因为这个事问责 还闹了一个很大的笑话 后续不讲 我只是让大家明白什么意思 这是江泽民的妹妹 这个事有多小 小到这有多小 但是中国共产党 很多的官僚内部的体制运行 是超级僵化跟固化 是几十年形成的 根本就改变不了 所以呢 所有到北京办过事的人 都明白 为什么在北京中国共产党的官场上 有一句最流行的话 叫处长经济 处长经济 啥意思 最终决定事的是处长 这是中国所有中央各部委的一个正常工作样态 那什么概念 国家发改委主任 总理找了发改委主任 说这个项目要融资 拿五个亿 总理说我点头已经同意了 批了 怎么办 发改委要确认这个项目能做 整个流程全抱下来 手续走完了 到总理这拿批文才能到财政部拿钱 那发改委的领导 发改委主任看这个项目 他一定不敢说我自己就决定 总理说五亿 总理能说 但是钱没给 钱是得从我这走了政府的正常流程 财政部才看得见 他就得把这个项目先判断 归属于发改委哪个部门 发改委要是认定 这个主任啊 认定 这属于高技术司管的 他就把这项目交给高技术司长 说这是总理给的 你们尽快 私里面人确认一下这个项目 司长会干嘛 司长也不干活 他就会找到相关处的处长 让处长对这个项目尽快做调研给结论 处长肯定会很认真的调研这个项目的可行性 别看一层层领导总理下来的 但是处长清楚 这个项目如果不调研清楚 将来出了问题 五亿资金 他一定担不了 我说了乌纱帽没了 是轻的可能更严重的问题 如果最后他经过调研认为风险大 没法做 他一定如实反馈 跟司长说项目风险太大 做不了 然后呢 拿出调研证据 司长拿着证据拿着手去 找到主任说做不了 你看这流程标准 出了风险担不了 主任也不想调乌纱帽 司长不能调乌纱帽 主任也不想到 主任就拿着这个所有的调研结果证据 找到总理说 这个项目咱做不了 别看你总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 咱肯定是做不了 每个官员经过努力爬到自己的官位上 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事 所以中共绝不会因为这个事 就强制这个官员 不要自己误杀 总理说这个项目必须做 就必须做 所以呢 甭管是这个项目 总理发改为主任 司长到处长 这一套流程全走下来 你会发现 竟然决策是底下处长出的 所以这个事就叫 处长经济 那如果说开个玩笑 总理给的意见特别大 总理都答应 绝对解决 要解决 那发改为主任 觉得这个事担不住 或者底下告诉处长做 处长担不住 司长担不住怎么办 特别简单 因为我原来在发改为呆过 他就会专门为这个项目 做一次专家研讨会 把跟这个项目有关的 全国的有关的中科院 社科院 资深院士都叫过来 让大家探讨 那这个项目与会的 这几十个院士 如果他们从专业角度说 不能做 他们都拿了签字 写了这项目不能做 拿这个院士的报告 报到总理这 你看着办吧 为什么 这责任不是我担了 这么多专业的院士 都说这个项目不能做 您要说这个项目能做 那出责任我肯定不担 再比如说 这个项目没那么大 把这个项目 到中国国际咨询公司 让中资公司根据项目情况 出具一个具体 编可言的意见书 在编可言的这个报告中 如果有硬伤 中资就告诉他 根本落实不了 拿着中资的反馈 报上去 就是这个时候我不待 我出场担不了 底下担不了怎么办呢 那我就让其他相关机构的 所以这个项目是一定 由于中资认定 一定是过不了 发改委这个投资项目 这个流程的 所以做不了 跟大家讲这个 大家明白 因为讲事 我习惯要知其然 更知其 所以然举一反三 融会贯通 所以中国共产党 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时间 要打仗了 出现重大的疫情了 全国性大的自然灾难了 这时候会启动特殊政策 由老大 独裁的老大 来决定各部门的事情 老大说这个事做了就做了 做完了 责任谁担呢 老大来担 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在中国 这个看我去年已经讲了 从疫情开始 我就跟大家讲了 为什么要拼命三年做封控 因为习近平要保证 二十大上他一定独裁 政治局常委全是他的人 只有在极其特殊的环境下 才能保证由一把手来决策所有东西 不走底下相关流程 才能把这些什么上海没政绩的这些 姓李的等等全吊上来 最后一把越过流程都成为政治局常委 这个是疫情对于习近平 习近平独裁把握整个国家政权最重要的事 他从不在乎疫情怎么样也不在乎疫情死没死人 但是这个疫情绝对是习最好的一个来把控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当然也因为这三年的疫情 把这个国家的经济很多该解决问题全没解决 搞垮了 但是不重要 因为作为党的一把手 他能越过很多僵化的流程 所谓承担责任 把底事做了漏洞上面背 但是最后呢 中间人都不负责任的时候 那最后你上面背 你又下不去 那你啥角色都可以做 这就是最方便 现在呢 疫情早就过去了 没有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您这十万亿 这个时候整个中国的大概念 大逻辑又回到处长经济时代 您这个十万亿 您说怎么这个资金能出来 我就不明白了 而且由于习近平上台作为一个大独裁者 仅次于希特勒这样的一个纳粹的民粹的独裁者 在他的下面更多曾经在共产党里 还对共产党有这样或那样希望的重要的官员 都选择躺平 不做事 不承担责任 这次水灾中的种种表现都跟大家讲了 大家也全都看出来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就都知道了 您这十万亿资金 您从央行出来 不管您有什么方式和借口 从央行出来 大家知道央行出来的资金 只有一个途径叫借款 听明白了吗 我们名称什么逆回购 买国债买政府特殊债券等等 但本质都是从央行借出去 将来要带了本金利息再怎么样 还回来的 都是从央行借出去 十万亿在央行借出去 虽然这个姓潘的拍习近平马屁 当了央行的一把手 但是如果这笔资金出现大的亏损 甚至很多资金回不来 抱歉 那这个央行行长姓潘的可就不是免职的事了 进监狱是大概率事件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姓潘的在面临这种事的时候 他自己傻不傻逼到我一个人就敢担责任做这个事 有人说这十万亿想到了当年有一个四万亿的事 2008年温家宝记住了四万亿是温家宝主持的什么中国国务院常委会上确认的 那不叫四万亿 那笔资金的全名叫扩大中国内需十项措施的配套资金 这些配套资金是当时国家发改委已经做了两年调研 对于中国经济相关情况给出的结果 只是原有发改委准备的资金是一到两万亿 后来因为2008年出现了全球金融危机 所以增加到四万亿 这是国务院常务委员会最后确认这增加的钱 用来应对08年的金融风暴 即使是这样 发改委还是按照原来提交的这个计划 也就是扩大中国内需的十项措施的计划 通过一到两年的时间对全国数万个需要资金的项目 进行了甄别编可言项目 进行了仔细的审核专家的评审 才按照具体的投资的流程 把这个项目撒给了全中国所有个项目 完全分散了资金在各层面投资的责任 有的投的到目标达到预期 有的没达到预期 但是整个的标准是分散了责任的 谁也不会独立承担这四万亿的责任 现在不一样 央行拿这个十万亿资金 没有任何详细调研手续 就要投到股市上 投到资本市场上 哇塞 那这个潘行长就是想死 但是毕竟这潘行长是靠拍马屁上去的 他是更熟悉中国共产党官僚体制制度的 他是绝不可能当替罪羊的 所以这件事这么快就落地实施十万亿播出 这根本不可能 但是这件事有另外的一种极大的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呢 这件事可能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玩的一个把戏 用来干嘛 用来忽悠中国股市的那些韭菜 忽悠股市的散民 那什么叫中共玩的一种把戏和一种东西 这个就是跟前一段时间忽悠大家 这个忽悠大家 那个但所有东西都没有实施细则的内容是一样的 就像我当年在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建行发起设立了中国规模最大的公募基金 名头有了 账户有了 资金有了 但是资金进入账户后 按照当时的体制 要制定这个资金标准的管理的组织构架 管理流程运行体制 分控机制 责任规划等细则 这些东西没出来之前 账上的钱就只看得见 没人动 那么这个项目一制定呢 从2000年前放到这设立的基金 直到2008年 我离开中国建设银行 这个基金都没有预营过 注册了 放那钱都没有预营过 也没有进行过任何一笔投资 实际上这个钱 直到郭树青离开中国建设银行 不当行长的时候 这个基金都没有进行过任何的运作 为什么 因为上面谁担责任 谁梳理关系 很多东西搞不清楚 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这种资金就是央行换了个名头 把这个钱从这个账户上 存到了那个账户上 然后这个账户上的所有这个账户的资金 但凡要动一分钱的流程 都得由总理跟涉及到整个这个资金 各个环节的部门 中央地方政府领导 一起参与跟制定 然后最终把控这个资金的总的负责人和团队 肯定是由不管是国家 党的一把手和相关各部门一把手来担当 出了事情这些人要负责任 那负责谁来负责呀 这么大笔钱没有专业人士能提意见 当然了这些人因为太忙 而且事情太多 这个基金这个事算个屁呀 哪有时间看账户的相关资料啊 各部门又相互扯皮 加上有的人升上 有的人下来 各个领导的人事调动 几年就会出现一个 所以八年的时间 有个名头 有个账户 有个钱 但什么都没干过 所以呢 这也可能是 所以如果华尔街真说这个事 我们出了 那这个凭准资金 就应该跟我说的一样 就是忽悠大家 那个名头 这是一个连眼都没有的事 因为从决策流程上 这么大笔钱 这个管理团队营 没有个一年半载 没有一轮又一轮的 大量的专家 各领域的专家论证 根本就落实不了 投到单一市场上 资本市场 不可能的 但是可以让你们看得见 摸不着 资金反正放在那儿 重新换个名字就完了 绝对是不能动 这是能制造一个 虚假的利好消息 目的还是为了 割韭菜 就这么简单 割韭菜 这个资金真的 什么时候能进入股市 我个人估计 中国共产党倒台的时候 如果真是这个 这么做的 中国共产党倒台的时候 这个资金都不会有一分钱 真的进入股市 它就根本不可能 真本就不可能 那这个事情呢 现在看中央所谓资料 说开始研讨 探讨 那你放心吧 那这探讨就 不知道了 看看探讨新三板 多少年出来的 看看探讨 北交所多少年出来的 每个三五年这事能招 招边吗 所以如果在政府部门 特别是 中央政府部门工作过的事 都特别应该能深刻理解 我讲的这些话 和里面的逻辑是什么 所以跟大家讲讲 这十万亿 您就是想都 别想了 这又是忽悠你的 就是为了让韭菜 死的一个关键原因 谢谢大家又耽误时间 听我活着八道 听我砍大山了